來 預備 預備 看前面喔 看我 都是看我 你看 哨聲一下學生蹲低防守 宜蘭縣南澳國小籃球隊 23號這天 受邀到宜蘭運動公園 參加三對三城市爭霸賽 宜蘭讚的籃球公益活動 活動也特別邀請前SBL籃球球星 陳國偉以及王楠貴 教導學生正確籃球基本觀念 很好玩 會 會教很多新的知識 教我們一些防守觀念 跟那個運球基本的動作 SBL推移的球星來幫我們小朋友 知道一些正確的 一些籃球的基本知識 那我覺得在提升孩子一些籃球的 基本觀念跟技術上面都有 很大的進步空間 我也可以在這邊看他們的一些 最新的技術或者觀念 今天南澳國小在全國少年籃球錦標賽 男子組榮獲冠軍 也拿下國小籃球聯賽 男子組冠軍 主辦單位希望能夠延續 孩子熱愛運動的精神 鼓勵學習籃球專業技巧 藉由他教學的一個 遊玩的一個感覺 讓他持續喜歡籃球這樣子的運動 來到宜蘭站也發現說 南澳國小他預計要安排到 出國去比賽 然後在經費上物資上有一些資源上的困難 所以我們就結合所有的合作夥伴 希望能做一些供應活動 運動行銷公司也表示 會將這次三對三比賽 宜蘭站全速的隊伍報名費 捐助給南澳國小籃球隊 幫助小球員員們參加 今年八月在芬蘭舉行的 海豚杯國際分林錦標賽 透過拋磚引運行動 讓更多人關注這項議題 有些新聞相當大陸 伊蘭市採訪報導 大陸 藍國大陸 溝災